第十一章 營養 Nutrition 为生活动力提供燃料 想象一下 你刚刚得到一架梦寐以求的跑车 这架车 由设计到制作 可以说是 费尽苦心不计成本 就算是在最微小的细节上 都完美无缺 在外观上 它的车门和车身 周围结合都毫无纳粹 车身的烤池 透亮光滑 你揭开前盖 看到汽车的引擎 真是精致无比 绝对是和瑞士标 都属于同一个功力水准 打开车门 迎面撲背而来的 是柔软的真皮气味 于是 你坐在那个设计完美的 驾驶座上 你将锁匙插入启动 耳中听到引擎震震滚滚声 这一刻终于来临 是时候开着你的座架出去兜风 你飙了几个小时之后 看一看油标 就快到底了 远处望见加油站 你减速洗进去 看一下汽车使用手冊 上面讲到 供压缩引擎 最好是使用优质汽油 但你自作聪明 觉得普通汽油 都是一样可以用到 毕竟看下去 闻起来都差不多 后来当你检查 用滑油的时候 发现不够 于是你就灌了一些水进去 如果是以这种保养方法 持续下去 你觉得你的外车 还能够跑多远呢 我们的身体比世界上最精致的机器 还要优美复杂千万倍 好比上述那一辆跑车 我们的身体需要燃料 来为我们生活提供动力 这个燃料就来自于 我们所食的食物 一份选择上好食材 均衡的善食 能够提供人体成长 维护精力所需要的基本营养 如果我们选择劣质食物 或者是优质食品补充不足 这样身体这部机器 就会遭受亏损 吃得过多会带来肥胖 而某一些营养元素过量 也会导致中毒 身体的最佳燃料 为什么要等待特殊的时刻才庆祝呢 难道我们不应该借着选择健康食物 来庆祝我们的每一餐呢 我们在每一餐里面 都可以享受上天的丰富供应 营养丰富的全麦面包 和菊类 还有那些负含维生素 矿物质 膳食纤维 和直化素 种种繁多 而且色彩纷纷的水果和蔬菜 含有必须性脂肪的坚果和种子 能够洗骨骼精壮的低脂牛奶 和强化豆奶 能够提供蛋白质的豆类 黄豆、碗豆、扁豆 以及少量的盐、糖和植物油 这些提供能量 强生健体的食物 如果摄取适当 就可以降低 离患癌症 冠状心脏疾病 高血压 肥胖 骨质疏松 和腸道疾病的风险 我们确实 可以为每一餐饭 而欢喜快乐 因为上帝赐给我们 无比丰富的食物 了解营养 很多人觉得 选择上好的营养 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要想明白 其中的原理 更加是难上加难 但是这两样功课 其实真的可以很简单 等我们先从了解营养开始 我们的身体需要从食物里面 摄取营养 这些食物的消化和呼吸 是一个奇妙的过程 先从口开始 然后进入胃 然后是小肠 最后到大肠 我们身体需要的营养包括 糖类 碳水化学物 我们食物的绝大部分 应该来自这些尽可能 未经加工过的碳水性化学物 全谷类 豆类 水果 蔬菜 都附含碳水化学物 每刻碳水化学物 包含四大卡路里热量 蛋白质 人体内的每个细胞 都含有蛋白质 人体组织修复和生长 都需要蛋白质 绝大多数食物里面 多少都含有蛋白质 但是蛋、奶和动物性食品里面 其含量比较高 豆类是上好的植物性蛋白来源 每克蛋白质 能够产生四大卡热量 脂肪 它们是浓缩性能量的来源 我们通常摄取过多的脂肪 因为它能够令到食物更加可口 例如 拿水煞或者是焗的薯仔 和油炸薯条相比 维生素 即是脂溶性和水溶性 矿物质 微量元素 这些对于成长和健康都是必须的 矿氧化剂和直化素 这些物质可以保护人体免遭疾病 和某一些高龄化的影响 它们主要的来源是 全谷、水果、蔬菜和坚果 基本食物种类 我们所食的食物里面有五种基本类型 我们如果审慎选择所食的食物 以适当的量摄取这五类食物 就可以满足身体最佳的营养需要 下列就是这五种食物 一、谷类和全墨 这些食物应当成为我们善食的基础 它们包括全墨面包、面条、全墨米饭和粟米 它们附含善食纤维和复合糖 大量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但这些食品要选择那些没有加工过的类型 根据一个人的年龄、体重和活动量 谷类和全墨食品每日吃6至12份就可以了 二、水果和蔬菜 这些食品的颜色、风味和结构种类繁多 是保护性植化素、抗氧化剂和矿物质的最主要来源 根据不同的身高、年龄和活动量 每个人每日至少要吃5至10份这类食物 而且要在种类和颜色上摄取多样 相对于蔬菜 很多人更加喜欢吃水果 但我们需要这两者的均衡 颜色越深的水果和蔬菜 往往直化素和抗氧化剂的含量越高 如果要喝果汁 每日不要超过一小杯的量 三、豆类、坚果和种子 豆类,譬如黄豆、扁豆和碗豆 豆类是优质蛋白、矿物质、维生素和其他保护性元素的重要来源 肩果和种子就是必须性脂肪的最佳来源 但由于这类食品所含的热量极大 所以每日摄取量不应该超过一至两份 非素食主义者可以选择鱼类或禽类 但是摄取量就应该严格限制 四、奶类和蛋类 这些动物性食品能够提供很多重要的营养 比如说钙元素和维生素B12 只有动物性食品中含有维生素B12 它能够有效预防恶性贫血和脑神经障碍 除此之外维生素B12还能促进细胞分裂 全素食主义者应该注意摄取足够维生素B12的强化加盖食品 或者是透过补充剂摄取维生素B12 在选择强化性食品的时候 要认真阅读产品标签 看看是否含有充足的强化营养 维生素B12的缺乏症状 要在人完全停止摄取之后 四到六年才会表现出来 但在发现问题之前 永久性的身体损害就已经发生 五、脂肪、油、糖和盐 这些食品所需的量非常少 人体的健康离不开必须性脂肪和纳 典是一种人类必须的微量元素 人类如果正常食用典盐 就能够轻松补足 但是除此之外 典元素还可以通过海盐、海草和补充剂获得 精练糖对于健康并没有任何需要 但是适量使用就可以增添食物的味道 在选择均衡的植物性食品过程中 要注重食材的颜色、形状、味道 尽可能多样化 增加饮食的营养和风味 这些食材要尽量源于天然 未经过精制、加工和提炼 天然有机食品是我们的最佳选择 将植物性食品作为你善食的基础 健康饮食包括全谷、水果、蔬菜、豆类和坚果 这个建议在2010年美国善食指南中 被简化为 你的餐桌上要有一半食物是水果和蔬菜 现在素食的好处众所皆知 例如低脂、尤其是不含饱和脂肪 不含胆固醇、附含善食纤维 紧涉取少量的精练糖 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含有丰富的保护性物质 例如植化素和抗氧化剂等等 选择食物的指导原则 健康饮食需要在选择食物的过程中 遵循完善合理的原则 以下是我们给你的建议 多样化 或者摄取食物的最重要原则 就是尽可能在前面探讨的五种食物里面 全穀物和全粮 水果和蔬菜 豆类坚果和种子 蛋奶制品 油脂和盐 这几样进行多样化选择 这个能够为健康的身体 提供种类齐全的营养 而且不同的颜色、形状、质地 也能够增加饮食的风味 第二,高品质 尽可能在天然食材里面选择食品 不好吃精炼食品 天然食品附含多种营养 精炼食品就是高热量的来源 三,均衡 肥胖是不断蔓延的全球性问题 如果我们想保持健康的理想体重 这样就需要在摄取食物所含的热量 和身体活动消耗的热量之间保持平衡 四,节制 健康饮食所需要的某一些重要营养 只需要少量摄取就可以 它们包括脂肪和盐 当然,我们需要足够的必须性脂肪 除此之外,脂肪是脂溶性维生素的传递工具 我们都需要少量的盐 维持体内的电解质平衡 五,应该避免的食物 我们应该避免精炼食品 因为在加工过程里面 食物中营养物质已经大量流失 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避免那些 没有任何营养的食物或饮料 例如酒精,咖啡和气泡饮料等等 网络上有很多线上工具 可以用来追踪和分析自己所吃的食物 其中一款叫做Super Tracker 可以免费下载 肃灵的食物 健康的饮食可以提高人的寿命和生活品质 上帝爱我们 渴望我们能够拥有健康、丰富、幸福的生活 当我们刻月期份地分享 他所赐给我们很多地上的土产 我们必须对上帝的美善高声欢呼 正如身体每日需要真正的食物一样 我们都需要熟灵的粮食 来育养我们的心灵 我们应该要养成每日阅读上帝圣言的习惯 我们强调了所食的食物 必须多样化和平衡 同样我们也都需要在熟灵食物上面保持均衡 我们可以默想上帝奇妙的应许 阅读、激励心灵的故事和吩咐 并且花时间每日祈祷 这样可以尽情享受上帝的话语 这些习惯将会帮助我们 在身体和灵性上面不断成长 生活中的均衡和自制 是来自每一天 将那些从上帝话语里面学到的教训 确确实实地应用在自己的生活里面 但愿我们每一天都怀着赞美的心情做这些东西 感谢上帝赐给我们精力和健康 接下来是生活应用问题 我最近三餐吃了哪些食物呢 我所吃的食物里面 全谷类、水果和蔬菜 豆类、坚果类和蛋鱼制品 是各佔多少比例呢 我是不是做出了名字的选择呢 我是不是吃其中一种食物太多 而其他食物就涉取不足呢 我的餐桌上面有多少水果和蔬菜呢 我餐桌上面的食品颜色是不是丰富呢 我是不是补充了足够的深颜色蔬菜呢 而在我所吃的三餐里面 精练加工食品占了几大比例呢 我可以开始戒绝哪些精练食品呢 我应该从哪一种精练食品下手呢 在全谷、全麦、豆类这些健康食品里面 我应该由哪一种开始每日吃多些呢 三 我每日涉取多少基本的脂肪和油脂呢 我涉取的脂肪是否能够满足身体脂溶性维生素的需要 三餐里面所含的脂肪或者油脂是否太多呢 我应该怎样拥有美味的食物之余 又不涉取过多的油呢 我应该怎样更加有创意地使用香料呢 我是不是应该尝试涉取更多的新鲜食物呢 四 我平时是不是涉取过多的盐 我是不是在未尝试食物之前就习惯性加盐呢 我是不是会阅读加工食品的说明 注意里面没有放太多的盐 以至于有害健康呢 五 我的身体是不是涉取足够的维生素B12呢 我怎样去确定在发生不可抑的神经损伤综合症之前 已经补充了足够的B12呢 我的饮食里面是否含有足够的钙元素呢 我是不是有骨质疏松的危险呢 六 我怎样可以令到自己食的食物里面 所含热量和身体活动所消耗的热量保持平衡呢 我是不是经常测量体重 确认自己的体重能够维持在一个健康的水准上面呢 我是不是需要减肥呢 减肥有什么技巧 我是不是可以用小小的碗去吃饭 帮助我减肥呢 我是不是需要选择更多富有善食纤维的食品呢 接下来是小组讨论题目 一 苏西的朋友立心注意到他是一个素食主义者 他问他这种生活方式有什么益处 他应该怎样去回答自己的朋友呢 他应该要强调哪一部分呢 如果一个非素食主义者邀请一位吃素的朋友去他家吃饭 并且表示愿意为这位朋友做一餐素食 我们应该怎样推荐一份 营养均衡而且容易预备的食谱呢 教会是否有烹饪班可以邀请他来参加呢 二 我们是否太过强调自己的饮食习惯 我们是否想拥有健康的身体 好用来荣耀上帝呢 我们是否藉着自己选择的灵良而赞美他呢 那我们是否认为在一 durability 一直有机会 造成的何时还有对自己的需要 做一个离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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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来店舍上放得到来